成功挑战207年又有小主播决赛 设为选手最后力拼前三名优胜 是有机会拿到冠军宝座 请看东森美洲电视主播群的精彩点评 一身正式西装 小小主播朱燕鸣克服紧张 播报新闻超认真 MD表现更充满热情 让主播都能感受到 燕鸣的声音十分有活力 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赛所带来的紧张情绪 如果新闻稿可以念得更顺畅一点会更好 混血小美女不仅土字清晰 报起新闻来更是有模有样 更获评审主播肯定 Kathryn是另外一位混血小主播 对于母语不是中文的她们而言 却能够用中文顺畅地报道出新闻世界 克服其紧张的情绪 她的表现一点都不逊色 而另一位不能错过的选手就是Fiona 播报起新闻来热情满满 表现可缺可点 使用手机上网 及时搜寻各种旅游信息 Fiona的播报口条非常的清晰 连语句当中一扬顿错都表达得很好 这可以让观众更能够抓出新闻的重点 各位东西美洲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而同样拥有流利的口语表达能力和认真的播报态度 韩丽菲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 外国小朋友能把中文说得如此流利 说话也很稳健 已经是很不错的 很值得嘉许 不过能够再自信一点 声音更有活力一些会更好 强调学好中文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第一步 悠悠虾主播决赛 最后由主播选出2017年的优胜者 观众查询名次 欢迎上东森美洲电视官网 东东新闻 李中央 杨平俊 洛杉矶采访报道